乌克兰前线充斥着不起眼的民用卡车残骸 俄军最大的困境暴露无遗 观众朋友网友欢迎大家好 我是傅先生 正在进行的俄战争 很多人把眼光放在了双方的坦克 装甲车导弹战斗机和军人的表现上 但是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可能是后勤 因为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后勤 二战期间的美军上将布莱德雷曾经说过 业余者讲战略专家谈后勤 最近俄部战场上损坏的俄罗斯卡车照片不断曝光 要注意这些卡车不是专业的军用卡车 而是一些民用的卡车 说明俄军的后勤运输可能出了大问题 这些卡车的残骸可能暴露了俄军在后勤上的一些缺陷和疲软 包括军用卡车的维护状况不佳 数量不够 损伤严重等等 俄军无法控制后勤部级线的安全 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如果后勤补给问题不能够彻底的解决 那么俄军要想在第二阶段的作战中 打出一场大胜 恐怕就比较难了 有可能会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 一位前五角大楼的官员军事评论家表示 从在网上流传的战地影像来看 就算是昂贵的铠甲S1野战防空系统 其配备的卡车轮胎 也在缺乏良好维护的情况下 开战仅仅数周便出现了大量的损坏 俄军的车辆维护单位 经常用那些训练不足的义务士兵来填补空缺 而这些士兵服役期不足一年 无论是维修技能还是经验都严重不足 最终导致其后勤载具的状况不佳 那么如果俄军的军用卡车数量不够用 把民用车辆转到战场上 以解决后勤保障的问题 这样的做法现实不现实 理论上讲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也比较大 圣安德鲁大学战略研究教授奥布兰表示 民用载具既无法适应严固的战场环境 零件也可能与军用品不共通 反而将导致进一步的维修问题 军用卡车一般来说战场的通过性比较好 也更抗打 故障率相对来讲也会更低一些 西方专家的评价是 俄军多年来依靠庞大人力进行后勤作业 导致其物流效率较主要的西方国家军队低30%左右 这表明俄军在执行后勤任务时 他的成本偏高 耗费的人力也更多 由于其作业时间相对较长 使其更容易在前线遭到乌克兰军队的攻击 千万不要小看查车在战争中的作用 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持续一个月以上 那么最初参战的所有军用卡车 按照统计将会至少有40%的损伤 其中就包括直接战损和各种路途的损耗 据估计俄军目前的军用卡车的损失远远超过这个比例 如果两个月后损失的重型卡车 包括专职司机得不到补充 将会有70%的后勤运力完全消失 俄军现在用民用卡车负责补给 说明战前就没有做好认真的准备 正常情况下 一时军队保有的卡车和配套的司机是三比一 也就是要给一位司机配三辆军用卡车 西方专家估计俄罗斯军队现在要把损失的军用卡车 全部补上至少需要花费半年的时间 如果俄罗斯继续补充民用卡车 将会导致补给车队更加容易遭受重大损失 后果就是机械化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跟不上 也就是说一旦俄军的后勤保障无法连续 要打一场漂亮的揭灭战 那就不大可能了 当然俄军面临的后勤保障难题 可能还不仅仅是卡车不足的问题 其后勤保障通道 往往要受到乌克兰军队小股分队的袭击 那么这些车辆往往没有什么反击手段 一旦被伏击就会成片的损失 俄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恐怕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比如要在多个方向建立防御战地 对乌克兰军队实施围困 避免小规模袭击成为乌军日常反击的手段 当然还可以为后勤运输车队配备装甲火力 以提供相应的掩护 出动武装战争机对补给线的两侧进行扫荡等等 总之俄罗斯军队能否打好第二阶段的攻坚战 最关键的不是俄军的火力优势有多大 还要看能不能为作战部队提供顺畅的后勤保障 俄军最后是否能够解决这一难题 值得我们观察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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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